因为台风来袭的关系 所以各地蔬菜在民众预期心理的影响之下 也出现了上涨的情况 市场的平均价格从9月初每公斤的37块钱 涨到了44块 我们的记者也实际前进了市场 发现这个像是葱 番茄 还有大小黄瓜涨得最凶 尤其是这个小黄瓜每公斤 是从50元涨到了100元贵了一倍 而叶菜类则是每把涨了5到10块左右 最新的情况如何 一起来看 本部来说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台中 尤其以台中来说 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什么风雨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叶野菜类摊商 不管是摊商或者是农民都非常担心 尤其是叶野菜类 最容易受到雨水的影响 因此农民前两天是急着来进行抢收的 不过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台中天气还是非常好的 以叶野菜类来说 今天的进货量是比较大的 但是其实价格是有稍稍下跌的 你能看到在台风来 在以东北半部来说 台风还是很严重的时候 西半部的国菜市场 其实还是满多人来进行逛街的 不过舱商也有提到 他们其实很担心 在台风走了之后 它带回来的外围环流 以及后面的西南气流 可能会对菜价受到极大的影响 好 以上是因为讲过现场的最新状况 把镜头叫回彭内主播 好 接着还是要来看到 这个灿树是步步的进逼 那么在基隆方面 一大早就出现了间歇性的风雨 八斗子渔港附近 一大早也有很多的船家 就赶到现场要进行防台的 相关作业 最新的现场情况 把时间交给记者黄玉兰 好 各位观众 灿树台风加速进逼北台湾当中 而在基隆八斗子这边 一早是逐渐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 而风势也是逐渐在增强当中 那一大早就有许多的船只 又陆陆续续的停进来 八斗子渔港这边 就是为了怕这个长风好雨 会带来船只的损坏 我们先来听一下船家的说法 台湾大的时候 就是八斗子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才可以靠 所以遇望都没有办法靠 要靠就是跟这个一样 跟他们下面后往下马 下面下马那个 登车板在上面 这样才安全 不然你在靠在这儿 有时还轟浪大 轟浪会坏掉 因为这就是四条船 四条船你在这马头 靠靠靠有时候会坏掉 好的 可以听到船家表示 因为过去就曾经受到 强风好雨的影响 造成船只的损坏 所以今天一大早 就特别早起过来这边 把船只靠港 也把绳索牢牢的固定在岸边 就是为了怕这个参数台风 它的结构非常的扎实 可能会对基隆这边 造成强大的影响 那也预估大台北基隆地区 在今天早上的八九点以后 这个雨势会逐渐的增大 那在中午会来到雨势最大的时候 甚至会达到豪雨的等级 那到时候东半部跟北部的雨 会陆陆续续的下到晚上 那基隆这边的民众 是已经做好了严正的戒备 还有各种的防台做事都已经做好了 就是为了怕参数台风造成影响 那大家现在也都是谨慎在面对当中 以上是目前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转个棚内 好 开完基隆之后 稍微往南一点点来看到的是台东地区 今天一大早风雨的状况是比昨天稍微减弱了一些 所以有很多民众都出门来到这个海滨公园运动 现场情况我们连线记者王树红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台东的海滨公园 目前在整个海岸线依旧是掀起的超过五米高的大浪 因为这时台风就在那个海上的范围 可以看到在相较比较远的地方 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雨 而目前的风向是一路的往路上吹 也就是说如果持续下雨的话 这波雨有可能就会下到了台东的市区 目前在台东市区昨天晚间的风是相当大 刮起了大概8到10级的阵风 也因此昨天晚上的风雨是比较强的 但是到早上以后风力小了很多 但是雨则是间接性的 目前整个在天空上面的云层是相当的厚的 不过也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靠近海的地方云层很厚 但是靠近陆地的地方云层却是比较薄一点的 也因此天气比昨天好很多 有许多的民众一早六七点的时候 就出来这边不管是做运动 还是来这边观浪 陆陆续续的都出来 甚至还有人是一些观光客 是来这边骑咬大车 不过总统显摄局也提醒 这里的风跟雨是持续的都有增强的状况 而且虽然是断断续续 也提醒民众外出要多加留意小心 以上是台东的现场情况主播 受到这个灿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高雄市区平均的风速达到四级 不过最高阵风是落在了迷陀区 达到六级阵风 详细的情况我们联系记者林志慧 好了直播我们先来到地点 是在高雄大五大楼 那么其实受到灿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其实在市区当中还是有达到四级阵风 不过这个由高雄气象站所测速到的 最高的阵风是在迷陀区 是在清晨四点钟有达到八级的阵风 那么另外在北高雄的地方 在这个左营南子的瞬间阵风 是有达到六级的 所以提醒民众其实外出的时候 是要特别小心的 也因为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其实在市区当中 以及是高雄的部分 都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么以及在高平地区 其实都有局务大雨的出现 在高雄的部分也是一样 天气虽然阴阴的 但是随时都会有这个 受到台风的影响 所以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 这个降雨出现 其实民众出 民众在外出的时候 都要随时带着这个雨具 因为有时候虽然天气阴 但是有时候就会突然 下起这样的阵雨 所以现在虽然是礼拜天 但是外出的时候 民众在经过 突然就会下起这个大雨 所以外出也会特别的不方便 那么像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形 好想问问大家台风天 如果外头风大雨大的话 想要吃东西 肚子你们都是如何解决呢 会自己煮呢 还是事先先买好东西 欢迎大家留言 跟我们来分享了 有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一样 希望可以叫外送 比较简单解决式的问题 不过现在如果外头 真的风雨相当大 对于外送员来说 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劳动部指安署就呼吁说 在这个台风警报范围里头 应该要禁止执行外送服务 也就是说只要宣布停班的话 外送平台就不应该派单给外送员 而实际找上了外送员来询问 他们都认为少赚一点 可以保障安全没有错 不过他们也不讳言的说 这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接单达标的进度 所以达标的奖励金 也会因此减少 台风步步逼近 宜兰外奥已经出现大风浪 风势雨势逐渐明显 这种天气能待在家就不要乱跑 民众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 直接在家里住 叫外送或者是囤粮 叫外送确实方便 但要是风雨大 外送员骑车送餐可能有危险 过去就有外送员 因为天雨路滑摔车 还有外送员在雨天时跟大车碰撞 为了确保外送员安全 劳动部职安署呼吁 在台风警报范围内 应该要禁止执行外送服务 目前两大平台 他们是自主承诺 这个台风天如果公布停止 停止上班上班 他们就不会做派单 如果违反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话 大概会处分三到三十万 劳动检查处说 根据食物外送作业安全指引 当政府宣布停班 外送平台就该停止派单 目前台湾两大外送平台 Uber Eats和Fu Panda 都主动承诺 会遵守规范 安全第一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为了那些钱 不过有外送员坦言 停班就没单可接 可能影响自己的单量达标进度 三天要跑75单 差5单 反正就差到1500 停止接单损失不少 不过真的要再赚钱和安全间 二选一的话 外送员说 当然还是安全最重要 记者许玉文 王世涵 台中采访报导 有点高吗 你怎么应该没処复 这样子 或者会否真正阳 好吗 好吗 你怎么应该没処复 你怎么应该没処复